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东夫》 职营 香港人生活节奏急速 生活压力大 特别容易出现头痛问题 甚至比伤风感冒更普遍 身边就有朋友跟我诉苦 或自己经常被头痛困扰 有时还出现头黄、作呕等不适症状 令人难以集中精神工作 唯有咳粒止痛药顶当线 其实头痛好可能是某些危迹的征兆 最重要是及早找出疼痛根源 再配合适当治疗 千万不可以掉以轻心 《东夫》请来医生为大家拆解头痛的成因 究竟有什么方法可以舒缓痛症呢? 值得留意的是 头痛背后可能隐藏致命危机 事不宜迟 立即《东夫》 各界即认 相信不少人都曾经头痛 有时痛楚很轻微 短暂就消失 也有时头痛欲裂 更加令人头晕作呕 食指痛药也无效 台湾曾经有女子 30年来天天都头痛 指痛药越吃越无效 最后被诊断为慢性偏头痛 也有香港女士 自20岁开始经常头痛 头部进行磁力共振素描 也没有发现异样 30岁时突然昏迷 最后发现有脑腫瘤 需要做紧急开脑手术保命 头痛竟然可以拿人命 究竟头痛有什么原因? 又是否严重忍质的先兆呢? 头痛大致可以分为 原发性和计发性 原发性我们通常是指偏头痛 而计发性就有一些结构上的问题 会令到头痛 最常见多人提的就是 例如脑腫瘤、脑出血、血管瘤爆破 原发性头痛跟国际分类 都有四五十种类型不同的头痛 最常见的脑腫性头痛 就是两边都痛 通常都是会因为一些压力 疯得不好的头痛 通常都是轻微的 偏头痛就有个特点的 例如有部分人士会见到一些光线才会痛啊 痛的时候会作梦想呕啊 持续几小时 甚至一两天 有个特定的模式 通常都是一边痛 偏头痛的偏字 亦都可以是有点误会的 因为其实有三成的偏头痛患者 是两边都可以一起痛的 一个病人感受到持续的头痛 或者是突然间很痛 或者特别是个病人 他告诉我 他是这一身人最痛这一次 而这一次的形式没试过 那这些就一定要很小心了 那这种头痛就有机会是一些计法性严重的病的 例如血管瘤爆破了 这个脑里面的血管瘤 有点裂了 有点血滲出来 血液自己的脑膜就会有个剧痛 而包随脑膜瘤是会死亡的 头痛有什么特别是要注意呢 以前没有记录的头痛的 现在突然间很痛啦 持续痛的 最初就八日痛 跟着之后日日痛 或者有点颜外的症状的 例如看东西不清楚啊 面部不对称啊 手脚无力 或者是暈倒啊 脑颈啊 就一定要排除这个计法性头痛了 原发性头痛的断症 很多时候都是一个临床的判断来的 有时医生都会安排一些测试 特别是脑部的造影检测 来排除这个计法性头痛 或者根源上的结构性问题 头痛呢 除了吃止痛药 还有很多种不同的情况 止痛药都有很多不同的类型 有最简单的波尔丝痛 非类固醇性质的止痛药 消炎药 又或者一些专系医治偏头痛的药物 都是可以医治头痛的 但是如果那个病人是长期要依赖药物 病人就会有一个叫做药物依赖性头痛 病人有药物依赖性头痛 是不是不能够呢 就不是的 例如偏头痛 有最原始的口服药物 新少少的打肉毒降菌针 或者最新一些叫CGRP抑压剂 都是可以非常之有效 减轻这个头痛发作 从而减少服食这个止痛药的 如果真的有头痛的话 我都会建议照一照脑 譬如说脑血管瘤 只可以用磁力共振看到 而电脑掃描主要是看出血 或者骨折 当一些很大的结构上问题 脑压有没有问题 电脑掃描都看得到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资料 2021年估计有31亿人受头痛疾病影响 18至65岁的成年人入面 有一半至四分三人 在过去一年曾经有过头痛 全世界1.7%至4%的成人 每个月有15日或者更长时间出现头痛情况 足以证明头痛属于世界性问题 而中医角度又如何分析头痛 又有没有其他预防和舒缓的方法呢 中医头痛上分为外感头痛和内伤头痛 外感头痛一般是因为天气转变 真的感受到外邪 特别是风邪的时候 会有些头面部疏通不好的情况 譬如分为风寒风热或风湿的情况 而内伤头痛的时候 就是因为身体脏腑上 惊气不和 头是珠阳之灰 所以就会令到头痛出现了 反映身体不同脏腑的问题 偏头痛是一个反复发作 单质性发生的头痛 一般会以一个挑痛 抽痛的情况出现 也伴随一些虎心 嘔吐甚至胃光 也会感受到血管之间的迫动感 外感头痛上 就是刚才说风寒风热和风湿的情况 我们就以驱风邪为主 内伤头痛一般 心情上不太好 肝气屈结 我们会疏干解屈 有时候病人喜欢吃肥甘口腻的食物 会容易导致有湿热或寒湿 会有谈湿蚌皮的问题出现 中医说不通质痛 如果有血雨的情况 头痛也会有刺痛的问题发生 最后如果有病人气血不太足 也会容易气血窥虚的问题 导致有头痛 临床上我们遇到头痛的病人 我们要分解究竟是哪种病肌上的头痛 如果是急性问题 我们可以用针咎的方法 做一个急剂致其标的情况 缓解头面部不舒服的问题 例如我们也可以做腹针 做一个调理性的针咎 令到机器上通胀一点 再配合中药的治疗 例如刚才有说谈湿健脾 里气的中药令到运化上舒服多些 气血上不是太通胀的病人 我们有些补气或者补血的中药 可以给到他们 最后就是一个血雨的情况 暴脱化雨的中药 也可以给到他们 中药可以帮到他们 譬如Tima 大家都常听到的 它是一个圣金瓶的中药 驱风之王 譬如春宫八指登鱼头 大家都会熟悉 如果是一些压力上比较大的病人 他们自己工作上比较急速多些 休息上不是太准时 也是一个很常见的 因为工作压力或者癌痕 这些问题导致有头痛反反复发作 在这个情况下 自己的心情上舒畅很重要 也要有规律的作息 预防上面 其实我们可以有一些花茶 谷花薄荷茶 如果加上有眼肝 可以加些柿子 有便秘问题 就有一个缺名指 可以加上去 觉得头脏脏的 然后人稳稳的 浮浮的 状态不太好的时候 让人疲累 没什么力量 都是头痛先期的表现 头痛先驱期 发生之前 可以有些按摩的月位 譬如风池 太阳月 或者百活月 平时可以自行按摩这三个月位 做预防或者舒缓头痛的问题 可以用指幅去按 每日大概按一至两次 每个月位可以按一至两分钟 小孩精力旺盛 有时白剑起来 真的令家众很头痛 养育小孩一点都不容易 要付出无穷无尽的精力 时间和金钱 如果照顾过程中 缺乏安全意识的话 分分钟会很大件 就好像这个大人坐在那儿 挂着玩电话 旁边的兽女在BB车睡觉 不过整架BB车动起 大人又没有用手扶着车子 如果兽女一转身 架车失去平衡 豈不是很容易撞到头 正所谓意外的事 说来就来 有雇主在社交平台铺片 批评外容 照顾不周 说工人姐姐多次 弄到她的儿子跌倒 有次还撞到嘴唇腫了 雇主怒爆问其他网民 有没有报警 告工人姐姐虐待儿童呢? 从家的彼佬电视片段 可以看到 个小孩踩上张胶椅 可能因为张胶椅不稳 家伤怀疑个小孩失去平衡 一下子连人大椅跌落地 虽然工人姐姐在身边 可惜扶都扶不及了 另一条片就拍到 小孩坐在有樓的椅上 工人姐姐从后面推着她玩 怎知一下子失去重心 工人姐姐、小孩和张胶 攬炒式全部跌落地 大人、小孩还齐齐砍了头 真是看到都觉得痛 看来工人姐姐都不是故意的 但香港家居地方钱窄 雜物又多 一不小心便会发生意外 照顾小孩真的要提高警惕 好了,今集东夫指定时间差不多 大家有什么新数 记得致电我们保留月线3600、3600 让我们第一时间和大家东夫 即应 拜拜